千招,自长司,一介不一出身,他性格刚烈,有志气,与刘备志同道合,二人结为文景之交,成为了知心好友。 当年黄金之乱爆发,千招力劝刘备起兵讨贼,并在他左右出谋划策,助其一步步崛起,受汉朝败为别不司马。 两人情同手足,过从甚密,每逢刘备遇到困境,千招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帮助他,每次刘备想要扩张势力,又需要筹谋对策,千招也会陪伴左右,与他壮志凌云。 可以说,没有千招助攻,刘备的起步阶段根本不会那么顺利,然而好景不长,两人后来因缘际会阴差阳错,刘备投奔刘表。 而千招却成为了袁绍麾下,日后千招又追随曹操,在曹营中身居要职,负责治理河北之地。 其实刘备遍访名士,欲谋夺数定一周,正是人才荒之时,若有千招相助,岂不如虎添翼? 刘备深知千招之才,当年二人情同手足,或许刘备至今还会时常想起,当初与千招谈笑风生,肝胆相照的种种过往,转眼间昔日之极已然敌对。 刘备能不伤感万分,千招若入蜀汉麾下,必能治理西川百姓,又能辅佐关于守卫荆州。 当时荆州之地诸葛亮才能尚显不足,全凭关于一一处置军政大事,人手明显不够,有些臣子性格暴躁难治,有些又贪生怕死,这都需要一个像千招这样威望与才干兼具的人来调和。 千招若在,定能收买人心,又能制衡不安定因素,兴许可以避免弥方这样的奸命小人声势,也可以巩固关于对荆州的统治。 如此一来,关云长又岂会大意失州?千招的离去,是刘备永远无法弥补的一块隐患。 此人若在,蜀汉运筹帷幄幄之中多亿元猛将,三国鼎立之势必将变幻莫测。 蜀汉原本机会渺茫,千招加入更能增添变数,不料天不遂人愿,刘备此生再无千招之助,只能任由荆州沦陷。 蜀汉国事由盛转衰,徐树,号长青,原是曹操仗下谋士。 后来弃暗投名,归顺在心野苟延残喘的刘备。 他身安兵法,有过人之谋略,入蜀后更担任军师之职,与诸葛亮、庞同等共识。 其实刘备幕僚称得上星光灿烂,真可谓极英才而用之。 徐树出身名门望族,容貌伟岸,神采异异,又有才华过人。 为人彬彬有礼。 他加入刘备麾下使势力蒸蒸日上,军心大振。 徐树提出的谋略屡屡建功,让刘备旗下将士们对胜利充满信心与期待。 在徐树加入前,刘备局势颓丧,士气低迷,徐树到来后,为刘备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 然而好景不长,徐树的母亲还在故乡。 为曹操所监禁,司母之情令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放下,只得暂时离开刘备返回故里。 临行前他透露了卧龙岗上的秘密,找到了隐居的诸葛亮,将此人引荐给了刘备。 虽然功成身退,但他屹立下了千秋功勋,可若徐树当时忍痛留下,刘备麾下又岂会少了他这个智囊? 以其心细如发,定能洞察东吴蠢洞,提醒关于小心防备。 况且他的裁名声望,足以号召四方英才加入蜀汉之中。 兴许能拉拢当年被刘备错过的崔周平。 甚至或可测反思马辉、庞世元等人才,让蜀汉之基础更加巩固。 且徐树在刘备麾下时,与关张二人也颇有交情。 关云长性格严峻,徐树温润中正。 两人互为补充,张义得性极值钱。 也需要徐树的理性谋略来约束约束。 若徐树在,指点迷津,或许关张二人也不会阴。 小诗荆周,命运原本可以被改写。 奈何徐树终究只能心有不甘地离去。 他的离开无疑让刘备刚刚经营起来的麾下再次失去一元良将。 也为日后蜀汉的颓势埋下了隐患。 当时刘备上能挽回局面。 可惜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关云走向失败。 看着蜀汉越来越虚弱单薄。 黄泉,本是刘彰麾下大将。 后为刘备所用。 此人谋略过人。 军事才能出众。 汉中之战时正是出谋划策。 大破曹军。 使蜀国夺得辽阔疆土。 可惜好景不长。 东吴伺机偷袭荆州。 刘备亲率大军报仇。 黄泉乃是典型的智勇双拳之才。 他不但军事策略高超。 谋而后动。 屡屡见其功,同时亦学贯古今。 通晓兵法。 又精通农士。 可谓文武双拳。 若非实力超群。 刘章也绝不会让他长期主政一方。 入蜀后。 黄泉辅助刘备治理西川。 颇有政绩。 百姓安居乐业。 刘备也十分倚重他。 黄泉已深知此举轻举妄动。 数次觐见刘备。 但终未被接受。 无可奈何之下。 黄泉只得率军阵守江北。 试图为大军保驾护航。 其实黄泉内心极度不安。 数次想要退兵。 但终究忠义两难。 只能紧咬牙关前行。 谁料一零一战刘备大败而归。 黄泉退无措处。 只能暂时投靠魏国。 否则只有坐以待毙的下场。 当时黄泉面临抉择。 良久难以决断。 他不忍心背弃刘备。 但立场所迫无奈从命。 投魏后他生活轻苦。 日夜思念蜀中故土。 刘备无比遗憾地说。 此无过也。 非权之罪。 他明白黄泉之能。 一身毁当初不听劝告而自取失败。 黄泉若能留在蜀中。 必能与诸葛亮共同镇守西川。 让北伐军心无旁骛。 哪里还会有李延恒家阻挠。 令蜀汉国运停滞不前。 可惜时过境迁。 黄泉此生再无机会重回蜀中。 他的离开无疑让后世的蜀汉 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位顶梁柱式的谋主。 只能任由国力日益销售。 不向灭亡之路。 当年若有黄泉坐镇蜀中。 或许诸葛亮就不会在五丈园上日夜操劳而死。 倒在他北伐的道路上。 千昭、徐树、黄泉。 三位当世俊才。 本可以为刘备效力。 共谋蜀汉江山。 可惜天不遂人怨。 三人先后离开刘备麾下。 给日后的蜀汉埋下了无尽隐患。 假使三人皆在。 蜀汉必是另一番景象。 千昭可以镇守西川。 让百姓安居乐业。 他亦可助官与固守荆州。 不至于大义师弟。 千昭若在。 必可巩固刘备在义州和荆州的统治。 使各地臣民安心劳作。 后方稳固。 蜀汉国力也将因此大增。 有力对抗北方曹魏。 徐树可以继续担任军师之职。 给予官与提防孙权的忠告。 他还可引荐更多人才。 让蜀汉国力蒸蒸日上。 徐树若在。 必能积蓄力量。 号召贤才。 使蜀汉军政人才积极。 内部稳固团结。 届时即便官与有师。 亦可迅速积蓄力量重新夺回荆州。 皇权可以与诸葛亮共同辅政。 让北伐军无后顾之忧。 他的谋略亦可使蜀汉国运长胜不衰。 有皇权镇守后方。 北伐必成。 蜀汉国力亦将达到鼎盛。 三国局面亦将打破。 最终达成统一大业。 三人同在。 蜀汉必是另一番局面。 可惜天不遂人愿。 刘备紧紧挽回了诸葛亮一人。 其他两员猛将。 都成了他的永恒遗憾。 兵贵神速。 千军一发之差。 造就了三国的悲剧宿命。 当年若有三人在。 江山恐怕早已照看不同。 蜀汉原本可以以天毅力。 最终却只能就是走向灭亡。 想来时事令人叹息不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